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讲 分庭抗礼的成语故事 有一天 孔子带他的弟子们 在树林之中休息 弟子读书 孔子弹琴 孔子弹奏异曲 魏忠 忽然从河里 过来一条船 从船上走下一位 须眉全白的老渔夫 老渔夫走上河岸 坐在树林的另一头 彻耳恭听孔子的演奏 等孔子弹完了一支曲子 他招手叫子贡子禄 到他面前问道 这位弹琴的人是谁呀 是我们的先生 鲁国的君子 孔子呀 子鹿朗声回答他 子宫又补充道 他就是当今文明于各国的 孔圣人啊 哦 是这样 渔夫微微一笑 恐怕是 威望真性 偏行人意呀 说完 转身朝河岸走去 子宫急忙把这位 渔夫化 报告给孔子 孔子放下情 猛然站起身来 惊喜地说 这位是圣人啊 快去追他 孔子快步走到河边 渔夫正要划船离岸 孔子尊敬地向他拜了两拜 说 我从小读书求学 到如今 已经六十九岁了 还没有听过高声的教导 怎么敢不虚心地请求 您的帮助呢 渔夫也不客气 走下船 慢悠悠地对孔子讲 真者 精诚所致也 不精 不成 不能动人 故强哭者 虽悲 不哀 强怒者 虽言 不微 强倾者 虽孝 不和 真悲 无声而哀 真怒 未发而微 真轻 未孝 而和 真在内者 神动于外 是所以贵真也 其用于人你也 是轻 则子孝 世君 则 忠贞 饮酒 则欢乐 楚 商 则 悲哀 孔子听得 津津有味 不做地点头 末了 孔子 谦卑地 对于夫说 遇见 先生 真是幸运 我愿意 做你的学生 得到 你的教授 请告诉我 您的住址 行吗 渔夫 没有告诉他 住在哪里 跳上小船 独自划船走了 这时 言渊 已经把车子 拉过来 子路上车 把车位的带子 递给孔子 可 孔子 全不在意 两眼直勾勾地 望着 渔夫的 船印 一直到 看不见船的眼 听不见 滑水的声音 才 惆怅地 上了车子 子路 见到先生 出乎寻常的表现 很不理解 站在车旁 问孔子 说 我跟你驾车子 已经很久了 也没有见过像渔夫这样 傲慢的人 就是天子 诸侯 大夫 同你见面 也都是分庭抗礼 平起平坐的 而你 还带有自尊的神色呢 可今天 那个渔夫撑着传稿 漫不经心地站着 你却弯腰弓背 先拜 后说话 未免太过分了吧 我们几个弟子 都对您的举动 感到奇怪 对渔夫 怎么可以这样恭敬呢 孔子听了子路的话 很不高兴 扶着车目 叹口气的 唉 子路呀 你真是难以叫化呀 你那个闭着之心 至今未改 你靠近一点 我告诉你 与年长的人 不敬是失礼 与闲人不尊 是不仁 不仁不爱 是遭获的根本 今天 这位渔夫 是懂得 大道理的贤人 我怎么能 不敬他呢 子路 子贡 和其他几个弟子们 只好听从 先生的教导 成语 分庭抗礼 就是由此而来 原意是宾客 和主人 分别站在 亭中两侧 相对心理 以平等地位相待 后来 人们用这句成语 比喻 被此 各不相上下 平起平坐 或 互相对立 希望对大家 学习这个成语 有所帮助 喜欢的朋友 也请订阅 留言 分享